接著到2017年的第一題 今天我們就要去解釋這個second look theta 用first principle 我們會考慮這個limit h tends to 0 f cu x 加 h 再減 fx over h 但今天由於是 theta 所以我們可以改為 theta 加 h 減 f cu theta 再減 h 那where 我們的f theta 等於 second look theta 這樣 那我們就會有這個limit h tends to 0 second 括弧 那你留意我們今天就是6 theta 所以就是6括弧 theta 加 h 記得一個h都會成6 因為你是把整個 theta 變成 theta 加 h 那就減回 second look theta over over h 這樣 那其實second的運算我們就不太懂的 但我們會比較懂些什麼呢 就是second是1 over cos 所以我們可以寫1 over cos 6 theta 加6 h 可以這樣寫 再減1 over cos 6 theta over h 這樣 其實習慣上來說我會比較喜歡把h抽出來 然後其實你的墳墓都沒什麼好做的時候 應該都會考慮一下通墳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有cos 6 theta 然後cos 括弧 6 theta 加 6 h 這樣 然後分子就會變成cos 6 theta 減 cos 6 theta 加 6 h 這樣 你看到其實整個三部分 你看到分母分子 是只有分子比較像有東西做到 對不對 你會看到這裡是cos 1個東西減 cos 1個東西的 那我們如果用回公式的話 我們會有cos a 減 cos b 那會等於這個 那會等於這個 負2 sin a 加 b 除 2 跟著就 sin a 減 b 除 2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個limit h tends to 0 1 over h 再乘回分母先 分母都沒有變的 其實暫時就 cos 6 theta cos 6 theta 加 6 h 這樣 那我們上面的分子就會看到 其實它應該就會是負2 sin a 減 b 好了看看先 2個東西加 除 2 6 theta 加 6 theta 即是12 theta 12 theta 加 6 h 12 theta 加 6 h 再除 2 所以其實就會是6 theta 加 3 h 這樣 再來 Side 你看一下2個東西減 再除 2 6 theta 減 6 theta 即是0 但你本身是6 theta 減 6 theta 再減 6 h 這樣 即是刷括號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6 h 在這裡 那你的-6 h 再除 2 所以就只有這個-3 h 在這裡 對啦 -3 h 在這裡 那當你有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想回 其實現在你最大的 concern 是什麼呢 最大的 concern 是這個h 弄不走 這個h 弄不走 好 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弄走它呢 其實也有的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和這個東西的關係 那你要想回 就是在我們三個學的課程裡面 我們課程裡面 有一個limit 是limit x tends to 0 這個的side x 除 x 其實是等於1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條公式 去到這個位置整理它 所以我們如果寫好一點 第一樣東西 這個負可以拔出來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有三條公式了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就是這個side 負 負 是等於負 負 所以這個負可以拔出來 這個負可以拔出來 跟這個負變成正的 所以 我們就會有兩個side 6 feet 加 3 h over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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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這裏是3h的話 如果我要利用到這個limit的時候 這個也要是3 但你不能突然脫衣服 這個是一條橫式 你不能脫衣服 你脫衣服可以 但拜託你前面剩下3倍給我 所以你就要在前面剩下3 所以我們total 就是limit h tends to 0 6sine 6feet加3h 除cos6feet cos6feet加3h 然後limit h tends to 0 sine3h over3h 那你會知道這塊 其實等於1 即是可以當它沒有了 在左邊的時候你就可以把h 代表0 那你就會有6個sine6feet 除cos6feet 那h代表0 所以這裏都是cos6feet 那你會看到 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tangent 6feet 所以就是6個tangent 6feet 那不是的 你還有一個1overcos 1overcos是second 所以還有一個second 6feet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2017年的 第一題 你看到在三角鶴的 first principle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利用這些公式去處理一下first principle的題目 就是這樣 那